2019年1月20日播放的精華短片 Tri-7的共同信息中 以詳細分享到 神殖澳洲外邦歌手 特勒爾·希文Tri-7所隱藏 恩正日和牧師于2018年12月3日錄影 綻放感言的共同信息 現在讓我們先作小去重溫 首先日和牧師于2018年12月3日 與2012小組和策略家一同交代主日信息影片 錄影《綻放感言》的同一日 澳洲歌手特勒爾·希文宣布將於2019年5月6日 與香港亞洲博覽館舉行一場名為《綻放》的巡迴演唱會 而名稱積取自他2018年8月31日發行的同名專輯《綻放》 並且很多報道亦以《綻放》的男孩形容他 這裏已經出現了贊放及5月6日的共同信息 但是5月6日原來是一年的第17個星期加6日 出現176的共同信息數字 將56及176連在一起 並且特勒爾·希文的出生日期是1995年6月5日 再一次出現6和5 此外他去年主演的電影《被抹去的男孩》 片名中《被抹去 消失的男孩》正好就是指向一出生就被提的男孩 這個有趣的共同信息 而電影首播日期剛好是2018年9月1日 沒錯也是約和穆斯57歲生日當日9月1日 與特勒爾·奈德電影節首播 而特勒爾·希文為這部電影創作的主題曲 名為《Revelation》即聖經啟示錄的名字 他亦因為這首歌得到今年金球獎最佳歌曲的提名 事實上特勒爾·希文 Troy Siffen這個名字 是來自特勒爾·Troy這個字 它的名字正好讓我們看到鏡面倒置的故事 而特勒爾·Troy最為人所熟知的故事 就是《河馬》所寫 希臘史詩式神話故事穆瑪圖成記 當中特勒爾戰爭的起源 是因為不和女神埃利斯 與訓言上 著一個寫著給最美麗的女神的金蘋果 給予三位女神 希拉、亞典娜和阿弗洛迪剔 當時就先不肯落決定 於是三位女神找了特勒爾的帕利斯王子 以作決定 而最後 他選了阿弗洛迪剔為最美麗的女神 將這個金蘋果交給他 神席這位公開自己是與聖戀者的愛邦歌手 成為一個雙子反面的共同信息 顯明神會藉著 啟示錄男孩子資格的社安教會 審判這個道德邪惡的世代 另一方面 當他們再盡心查考 《蒙馬圖成記》的共同信息的時候 原來15年前的2004年 曾上映過一齣改編系列 《穆馬圖成記》的同名荷里活大電影 《特勒爾 穆馬圖成》 當中同樣隱藏了印證由黃牧斯分享 《綻放的共同信息》 因為電影中 飾演帕利斯王子Paris的男演員 《奧蘭德·布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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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聲音是《布林》 正是綻放的意思 一出15年前上映的電影 《特勒爾 穆馬圖成》 其中飾演帕利斯王子Paris 各式名字隱藏巴黎共同信息的演員 其真實名字《布林》 這出電影的總票房收入 就是4.9740萬美元 完美地組成4794鏡面倒置 4974的共同信息 與近期發現 組成東沖北4794鏡面倒置4974的共同信息一樣 同樣驚人及無可能 另外《希臘神話 穆馬圖成記》中 帕利斯王子被所謂的先知預言 他的出生會帶來災難 最終應驗在穆馬圖成的事件中 這個豈不是也是另一個共同信息 神所引證一出生就被提的 男孩子的石安教會 正是被帕利斯王子名字 Paris所代表的巴黎 三角海船門所指向的 巴黎行之聲光照的石安教會 將會得著可以審判列國的鐵像 為全世界帶來災難嗎? 與此同時 原來男演員Orento Bloom 也是另一齣荷里活電影系列 《加勒比海盜》 Pirates of the Caribbean的男主角之一 然而組成東沖北4794鏡面 導致4974共同信息的三個屋苑之一 影灣圓的英文名字 竟然就是Caribbean Coast 即加勒比海岸的意思 同樣指向這位名為Bloom 綻放的男演員 Alanto Bloom 非常明顯 神載一次藉著木馬圖勝機 以及東沖北4794鏡面 導致的共同信息 成為另一個印證石安教會 綻放的共同信息 中文字幕提供